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一周博文观美国市政 欢迎收看一周美国 我是马英林 下方请听详细报道 8月4日傍晚7点左右 华盛顿特区出现猛烈的雷暴天气 一些人在白宫附近拉法耶公园的一棵树下 被雨时被闪电击中 结果有三人不幸丧生 幻世的大都会警察局发现人透露 当晚遭到雷击身亡的人当中 有一对来自威斯康申州的老夫妇 他们是76岁的尖毛斯穆勒 以及75岁的唐男穆勒 8月5日下午 一名29岁的男子雙重不治 在医院去世 警方没有公布他的身份 另外 还有一名受伤者在医院接受救治 伤情不明 8月5日 联邦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7月份全美飞龙就业人数 新增52.8万 远超于华尔街经济学家预测的25.8万 失业率少幅下降到3.5% 略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3.6% 是今年的最低水平 当月的休闲和酒店业增加的就业人数最多 有9.6万 其次是专业和商业服务 新增8.9万人 另外 医疗健保业新增7万人 政府部门新增5.7万人 同时 商品生产业的就业增长也很强劲 建筑业新增3.2万人 制造业新增3万人 8月6日 拜登总统医生发表声明宣布 拜登当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再次转阴 但他会继续隔离 等待下一次的检测 拜登的医生奥康纳当日写话 总统竟然感觉很好 上星期六 他的新冠检测结果出现反弹后 我们每天都对他进行监测 今天早上 他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 出于非常谨慎的考虑 总统将会继续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等待第二次的阴性检测结果 7月21日 拜登出现身体疲劳 喉咙疼疼痛和咳嗽症状后接受检测 首次被咳嗽感染了新冠病毒 最后他开始在白宫隔离 并服用辉瑞公司研发的抗病毒药物 Plaxlovet 8月7日 经过前一晚马拉重识的立法程序后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通过了一项包括税务 医保和气候变化的一男子法案 该法案将会不送给交到众议院进行表决 这个总额为740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案的规定 提高大型企业的税率取得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 降低厨房药的价格 并且减少联邦财政赤字 经过一个通宵和一个上午 参议院们不断间地讨论如何修改该法案 表决开始之后 副总统何锦麗投出决定性的一票 打破了两党参议院50对50票的僵局 令该法案在8月7日下午获得通过 民主党参议院团结一致 阻止了共和党人对该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8月8日 联邦调查局大批执法人员突然得扎特朗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 翻箱倒櫃搜查特朗普去年1月离开白宫时 私自带走的机密文件 这件事立即引起了谦然大波 特朗普连夜发表声明说 联邦调查局的贪员甚至叫开了他的保险柜 指责这是政治迫害 他还发布了一段具有竞选风格的视频 宣称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日渐衰落的失败国家 有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之所以 亲特朗普远在纽日之际动手 是为了要避免他与探员发生冲突 按照惯例 探员展开搜查前 会先被特朗普带上手扣 确认了安全模拟之后才会解开 而这样会令到情况变得非常复杂 不利于办案 8月9日 还和拜登在白宫玫瑰园签署了 总额为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该法案志在是加强美国国内的高科技产业 降低关键产品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 其中多达520亿美元的撥款 将会用于支持美国芯片製造厂商 以便他们在该领域更好地和中国同行竞争 白宫当日披露 美国芯片业具头美光即将宣布一项4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退动在国内生产芯片 但仍然处于40年来的高位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控买能源价格之后 当月核心CPI同比上升了5.9% 还比上升了0.3% 升幅亦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6.1%和0.5% 能源价格和汽油价格大跌 是导致CPI升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与6月份相比 当月美国稀油价格大跌了7.7% 整体能源价格大跌了4.6% 然而7月份美国食品价格同比上升了10.9% 是1979年5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格律传媒频道 获得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